我来看看他的TVP 最近时场他的TVP 2比1赢了MANA 2比1赢了Good 好像也没怎么去跟其他人交手 就赢了MANA 感觉他TVP不是很稳 我们看一下凡PT Draco的TVT呢 其实也不是 特别强 PT Draco是PVZ强 我一直记得他上一次 也是参加一个什么比赛 然后第一轮就被零比赛干下来的 也是WCS 他的PVT是他最弱的对抗 整个生涯的胜率是50% 他的PVZ是达到了67% 他主要是靠PVZ吃饭的 PT Draco最近的PVT 赢了2比0赢了阿波 1比3输给Daisy 然后是2比3输给了Morino的 然后被逼晕各种吊打 被逼晕各种吊打 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丢人的 然后输给Uzer莫 输给Major 输给Daisy 也就是说骑士欧洲一流的人主选手 PT Draco都赢不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好 来看这边 上来帮你选择个跳死神挂双背的一个开局 跳死神挂双背开双框 帮你的整个风格还是选择的比较正常的那种 就是开了双框之后 然后报兵的那种选手 有观众问鸟哥什么 还早啊 还早呢还早呢 他估计要再过个四五个小时吧 Drago is not going to the series is like an absolute desperate guy that's going to be going for like a lot you know stargate or crazy stuff because there's been a few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like some funny exchanges on Twitter yeah so let's say that as soon as you know Drago found out that he was Bunny he expressed Bunny上来好像要投一个地雷吗 还是 哦 要先删开 他这个打法其实 跟现在的主流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主流的打法 我认为还是一个 要么你就 开始就投三框 要么你就两框先压一步 先压制或者空投 Bunny is opening for the cyclone here and I guess he's expecting more person play it's actually not a bad unit but it's mainly Bunny一个 全手 全防流啊 导弹车全防流 这个有点像全太阳最早的 那个驱红的开局 你发现没有 就出一个导弹车全防 这种开局的话 其實你要認為自己的運營啊非常強 你才會用這種開局 因為你這個開局基本上就是個防守開三框的一個開局 你前期是沒有任何的壓制的 這樣打的話P.E. Draco其實會很舒服啊 對,他運營的太舒服了 歐比復發看到你這種開局 反正他也不打算打你 很多Gerrans會努力在尋找那個Observer 去確保保護師是沒有資訊 但Bernie知道,他想用這些工具 他想要更加的經濟 像在Bomber的風格 你不太在意你什麼人是做的 你比較在意你,更加的運動 Dorga看到那個Liberator的發出 所以他有所有的資訊 在世界上都能夠抵抗它 然後P.E. Draco已經是一個智慧的 他不是一個智慧的 所以他把人家打擊是蠻被動的 對手的這個經濟啊不一定比他差 好,看這個解放者啊 能不能架的東西啊 我覺得沒什麼機會啊 這兩個水晶的位置都非常好 先架一下 架的有點賤這個位置 水晶好了我就走 對 殺一個能力也好 哎,主要 啊? 傳說我們上華爾街日報了 為什麼? 他們華爾街日報有一條新聞叫 一窺中國視頻直播應用身材之道 然後用的就是我們的那個 用的我們那個視頻 然後看到我們的廣告貼在上面 哈哈哈哈 我們前兩天直播了一個 直播了一個比賽的 我們不是直播了一個網吧 SSO網吧賽 啊 然後不是我們下面貼了個廣告什麼的嗎 對啊 這就是我們已經作為中國視頻 身材之道的代表了 哈哈哈哈 既然上了華爾街 不不不不這個 這個我必須要說一句 太高估我們了 你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我們也出名了 哈哈 出個毛的名 哈哈 比如說這邊還是 他還是一個比較打 打正面 就有點像哈斯TEAM這種 對 這種風格的 欸強行能不能點掉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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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點飄啊 這頭四個追獵這個太飄了 這波頭的轉慘了 嗯 多兵營 哎呦這個兵營有點補得有點厚了 爆不朽 然後放一個這個是出巨像還是出了一個啊 就自爆球吧感覺是 自爆球和巨像可能是一起出 兩VR的一個開局 PDRAGO這盤選擇還算要剛正面 我覺得是沒有其實沒有必要出自爆球或者巨像 你就雙VR出不朽就好了 其實跟打PVD的這種打法差不多就行了 然後你把出巨像的錢 你開始先下兩個VS等著對方猥瑣對不對 對 OB都看到了三個VS對手 BUNNY的風格真的完全就變了 他以前重新打的其實 是一個比較是進攻派的這種人助選手 現在感覺很猥瑣 可能打的沒信心的你發現沒有嗎 有可能是被搞的沒信心的 有可能是被搞的沒信心的 我BUNNY其實正面操作暴兵什麼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他以前主要是以運營建場 然後正面力拳很硬 但是現在好像 這一波先把冷靜點了 好 這波飛不走了 飛不走了 家裡面先飛了三個 炸一下 哎呦 殺了十個農民 他正面又被懟了 哎呀 這個三線 BUNNY這樣 我覺得他這樣還是拼運營的話 其實有點 就是跟現在的那個TVP有點背道而馳 你有種感覺沒有嗎 這不是重群之心的這個TVP 這波 還可以 這波還可以 還吃的還可以 但是有個自暴球 散 漂亮 這散的可以 第二個自暴球來了 散 但是 就算你吃完了這波又怎樣呢 PTDRAGO死定在手 我覺得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PTDRAGO小優 有種感覺沒有 小優 因為剛才那波拼如果說邦尼 那個PTDRAGO回來的話 能回得來 那就贏了 那就贏了 那就基本上是大優了已經是一個 對PTDRAGO小優 就看這波壓得怎麼樣了邦尼這波 幫你解放者這樣鏟的話 三個解放者一鏟 看這一波是怼不過的 這波肯定怼不過 就算你能秒四爆球也沒用 什麼 這被怼過了 不可能吧 那麼多使徒 那麼高 他的那個光頭有點多 他怼過了呀 這他媽都怼過了 那麼多使徒欸 他沒什麼用 你還是怼不進去 怼肯定怼不進去的 對 對方追的也沒死 但就看這裡啊 後面接的這一波 誒解放者先被秒一個 你這個解放者 這一波送的有點多了 這 何苦呢 為什麼要飄上來呢 這波其實秒了解放者 走了就好了 這飄上來說不定要被直接一波打穿啊 三個解放者到位 我覺得4塊要找 這解放者有些是有射程的嗎 開虛空開虛空 啊沒有射程 但是下面有槍兵啊 你這虛空很容易就打啊 沒屌沒屌沒屌 他其實還是可以 自爆球到了 自爆球到了 現在缺一波使徒 缺一波使徒 看操作 開炮台開炮台 我靠這就上去了 點了兩個 那麼高 這個操作有點高啊 上去把兩個自爆球秒了 當機力短當機力短 這個真的高 贏了贏了贏了 後面後面的兵已經 遠遠不斷了 擋不住了擋不住了 揭死了揭死了 我覺得就送了那一波 那波使徒不送的話 其實沒事的 他他不是 他覺得可以反打 對 這感覺應該是打得過的 有一點脫節可能 這不接死了 點這兩個自爆球 我覺得還是很有勇氣的 嗯 看準了就點啊 萬鈞從中上去點兩個自爆球 反正這個四礦如果掉了的話 已經輸了已經輸了 就沒了 PTDRAGO已經輸了 這個你風暴清這些部隊清的太慢了 對 他根本就不用管你 下面光頭印來就可以了 對 打得還行嘛 打得還行嘛 幫你基本攻守 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我覺得他的風格現在 就有點背道而止 其他也沒什麼 他還是喜歡運營怼臉 你發現沒有吧 他操作爆兵都沒問題 就是這種風格有點問題 對的 3VS爆部隊了 這時候這盤如果想要翻盤的話 不不不可能的 已經不可能翻盤了 這個人口差距已經到了100的差距了 我不信他還能翻盤 你再猥瑣都沒用 這就是他的軍隊 我不知道TDRAGO應該要贏這個 真的 你光靠一個自爆球 兩個自爆球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你光靠一個自爆球 兩個自爆球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幫你的運營還是不錯的 對 但現在沒用啊 別人的礦太多了 等他VS的部隊續上來 A臉就 隨便散一個陣型A臉就打死了 他本來就有三個VS 好了好了好了結束了結束了 太多了 風暴都已經站不住了 好1比0 我去個廁所啊 好 還真的上華爾街日報了 讓你們看一看 華爾街日報 一虧中國視頻直播應用的身材之道 在中國視頻直播 應用深受年輕人的喜好 一些草根主播 每天花數小時在這些應用上 與粉絲互動 實現名利雙收 哈哈哈哈 突然就感覺自己一下有點 好像冥羊海外的感覺 哈哈哈哈 後面的看什麼 後面的不要看啊 我們不涉及色情的好不好 我們是正正中中的遊戲主播 我們不搞這種其他播球啊 這些東西的 我們就是正正緊緊的 正正緊緊的播比賽的這種 這種解說啊 你何時看過我們開攝像頭 基本上就不開攝像頭的 剛才這一波怼的時候 稍微怼的 怎麼說呢 我們還是判斷稍微有點失誤啊 稍微有點失誤 然後面這一波 我覺得這波PTDRAGO太衝動了 特別是這波使徒 他可能沒看到後面對手 接了那麼多兵 他沒看到啊 這波使徒要是不送 其實是有可能打不進去的 是PTDRAGO 好來看這場啊 第二場 地圖來到了埃地陽廢墟 看邦尼的整個風格 估計在這張地圖上 還是要進行一個運營的開局 繼續運營繼續打 這是很正常的 鳥哥的比賽還早呢 鳥哥的比賽還要等兩 還要等兩場應該 他稍微等一等啊 我看一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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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是一個跳死神掛雙背 雙開的一個開局 今天通不通效 今天 反正我們播到鳥哥和吉姆德比賽 在播完我們就睡覺了 通效到沒想那麼多啊 好死神 進來看一眼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VR 家裏面依舊還是VF開局 邦尼的整個開局好像還是比較固定的 家裏面可能還是出一個導彈條防守 然後三開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開局方式啊 還是一樣的開局 邦尼的開局沒有任何的變化 而這邊PDRAGO還是選擇VC BG 喲 身的是 使徒的攻速 看PDRAGO是不是要來個攻速8B引一波了 會不會這樣打啊 會不會這樣打啊 三兵引使徒 沒有繼續的補兵引 還是用一個叮噹進去看一眼 噢 剛說完 話音未落8B引已經下去 噢 剛剛說完 話音未落8B引已經下去 噢 剛剛說完 話音未落8B引已經下去 好來 被看到了這個地方 看到了 邦尼看到了 家裏面點低跑 已經知道要一波了 看這個怎麼一波啊 上面有一個坦克的邦尼 好像PDRAGO是直接要運兵上去直接一波 看邦尼的全防 哇 那麼多使徒 坦克架的位置 這個位置挺騷的 好 雙線來了 雙線來了 家裏面農民走 導彈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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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彈車下去了 哎呀 家裏面出事了 家裏面要出事 PDRAGO雙線的一個使徒進攻 正面再來一拳 先秒 先秒能進 什麼都不用管 先秒能進 導彈車在鎖能進 導彈車鎖能進 鎖到了 但是 兵還是很多啊 農民沒啦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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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RAGO這一波進攻非常的果斷啊 農民殺光了 邦尼 邦尼 農民降到了五個 坦克也被秒了 只剩下五個農民呢 基地還要 哎呀 沒燒爆 沒燒爆 還行 但沒有用了 PDRAGO 這波農民數量已經完完全全領先 領先35個 閃追一波就死了 有觀眾問我9-1去哪裡了 9-1 9-1不是去個廁所嗎 去個廁所就回不來了 他不會摔到廁所裡面去了吧 哎呀 這種 L-1 9-1 輝煌一聲 你要想想 9-1輝煌一聲 拿過那麼多冠軍 對不對 站過那麼多舞台 然後最後慘死在廁所裡面 這個結局好像有點喜劇啊 慘死在馬桶之上 這怎麼辦嘛 幫你發起了反擊 但是在這個位置 別人放個炮台就結束了 殺不了幾個農民 幫你還想堅持啊 這樣比賽沒什麼好堅持的 可以直接打下一場的 只要A一搏 有閃爍的追戀往臉上一跳 秒掉坦克 比賽就結束了 追戀數量太多了 吃一炮 跳臉 秒坦克 秒坦克 一下兩下 GG 1比1 感覺PTDRAGO這方也是頂著巨大的壓力啊 因為現場 都是他的同胞 在法國土耳居心的比賽 肯定也是希望法國選手表現出色 現場觀眾嗨了 1比1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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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位置感觉好热 坐在一个70度的东西旁边 我觉得邦尼的这个套路 好像有点被PTDRAGO摸住了 邦尼下一场如果还是选择这样的一个 开局的话可能会被PTDRAGO再次针对 所以邦尼必须要求变 这是为什么他现在比赛打不出来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拳防 神族总有办法找到他的漏洞 这是邦尼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可能还是有另一个抗执行与的镜头 可能是 然后在最后的地区的帮助 这个是邦尼 我问Rogo之前这个场景 他说他比赛对他多了 所以他不在一个场景上 他感觉最不舒服的 所以会有趣的让他选择 好 来看这一场啊 抓狗选择了一个很早的一个探路 帮你这边 看他开局好像有点球变了嘛 并不像上一场一场堵口 然后跳死拳双开 可能要用断手流啊 我们来看看会不会 赶走这一个农民 下不下两期 下两期就是断手流 还是先出一个死神嘛 这个我们来看看邦尼的选择 到底什么情况 911什么情况呢 我打电话给他 他不会真死在搜索里了吧 我听到声音了 还是活的 我听到声音了 还是活的 没有事 没有事 我听到声音了刚才 没事没事 继续啊 刚才说打个电话给他 刚才听到马董盖的声音 没事 还是活的 这边依旧选择的是 跳死神挂双倍的开局 好了回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 你回来了我去撒个尿啊 很兴趣啊 拉肚子了我好不爽啊肚子了 骂刚才那个披萨绝必有毒 我靠 好我们继续回来比赛中来吧 这边已经1比1了 死神过来烧一烧 也没什么东西可烧啊 看邦尼这盘的打法 他VF下了之后 下什么 是VF呢还是继续的科技挂件 开三框为锁 这个图不好为锁 终于下飞机场了 不过死神开局一般来说啊 你开局如果死神出的话 你的飞机场 这个进度啊会比一般的 就是不出死神的要慢很多 所以说你这波骚扰 也骚扰不到什么东西 看他怎么打 还是 打单车防守 然后还是要开三框 先防一下先制 担心的解放者 我觉得是架不到什么东西的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了 哎呀他不会黑我的呀 你们不要拱火 这个图啊 三框其实防守的面积是很大的 所以说 帮你如果这样打的话 其实压力啊 待会会比刚刚就第一盘的那个木设字塔要大很多 解放者 解放者 单线解放者 加哪里 提起扎口已经那个了 已经有防守了 你这个 架的也没什么 没什么好地方可以架 看加哪里 架这里 有点猥琐这位置啊 你只 你只能强行打呀 哎呀 你要冲就一下子冲 不要一个个冲嘛 还要刷一波 这个解放者已经 算惨了 对啊 三个可以打到 刚才如果四个就上的话 可能 就不会损失那么多 损失了三个追恋 还死了三个农民 还是稳步的运营啊 打算开出三框再打 邦尼的整体的风格 还是一个比较喜欢运营的选手 两个坦克 没什么机会 但是布林克可以跳 这个地图很好跳 这波看怎么跳 其实可以跳主框去看一眼的 哎 你这样出来的话 我觉得 比较有可能就要吃这波了 只要你跳 漂亮 点一个坦克 回去 再点一个吗 不敢 什么情况啊 这我觉得 帮你这个三框有点难开啊 你这样架的话 对方万一过来 直接抢秒呢 关键对手还可以跳你家 跳你家 你直接就傻掉了 好了 来来来 怎么办 你怎么办 强行 强行A 强行A 虽然损失很大 但是没关系 还可以跳下去 各种上上下下 家里面运营 暴兵 都没问题啊 对 这个打法太太古老了 我觉得太复古了 帮你现在的打法 我就觉得有点 有点太喜欢三开之后爆兵 然后给你A正面 怎么PGDRACLE也走上了一条 出那个 自爆球的路 自爆球的不归路嘛 这个时候他只要两 武甲出不朽 正面怎么 追猎 使徒这种各种刷 正面一波三框就绝对守不住了 两BF 升级攻防 他也觉得这攻防 现在有点落后 因为邦记已经稳健的 还是把三GD开起来的 嗯 这一个局面 其实我觉得PGDRACLE 有一点小优了已经 但是呢 自爆球是个变数 来看一看 看操作吧 邦记躲自爆球一般 不算很强啊 当然也不弱 不 你正常的自爆球 如果说没有压力的话 你正面躲躲 这个是随便躲的 是不是嘛 关键是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看你怎么躲 对 还是怼正面这一拳 但是在攻防上来说 PTDRACLE还是领行 哦不是 邦记还是领先的 邦记这个攻防领先挺多啊 领先一个升位 我感觉PTDRACLE 刚才 正面A的太high了 所以 攻防也没升 这张图 其实不好打神 这张图 你说 你能拖住人组吗 打到这个阶段 很难拖住啊 人组捅得太快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局面对于邦尼来说啊 不好打 PTDRACLE这边 科技基本上都有了 除了VS啊 科技都有 但是邦尼是 这个时候才开始去解放者 这解放者有点慢 三框又被搞 家里面守住 这是各种多线 被搞得有点惨啊 这个多线搞得 但你正面你这波 不一定 看自暴球看自暴球看自暴球 看自暴球 强点 哦完了完了 哎呀 不过兵还是够多 但兵够多啊 对啊 你如果说你这两个自暴球 不是自暴球 而是两个不朽的话呢 直接A上去了呀 不是 你要想两个不朽 他就不会那么容易竞争的呀 这也是 他用两个自暴球 作为一个诱饵 把你勾过来 然后我大量的部队 右敌深入呢 就是啊 对啊 这也是个战术啊 我出两个自暴球 你是不是想点我故意走卫师傅 然后你进来的时候 我的叉子加白球就包上来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如果说我 我如果说幻象个两三个自暴球 那你不是也是上当了吗 对啊 但是对手万一撒把雷达呢 撒雷达没有撒雷达的问题了呀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他用两个自暴球的代价 是不是 换取对方一波主力 有什么不好呢 关键是对手现在没有运输机了 妈的我们对2比0 我们对2比0OMG的 什么2比0呢 其实我在 我刚才过去瞄了一眼是1比0 这怎么办 那就下季赛了就是啊 是的呀 哎呀那只能不解散了呀怎么办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嘛 算了算了 我帮你说好不好 除了现在说好不好 对的对的 妈就我告诉你 这个锅叫你呗 你走了之后他们就猛如 妈的我 那那不是好事吗 我走了之后 对你用战队 啊最后波 直接过来秒 秒 白球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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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但是这个边包的有点好啊 这波包的有点 没看懂啊 又是一个幼敌深入 这波全倒啊PT抓哥 好好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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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他这波有点太深入进去了 好了这时候肯定是 调转枪头直接北上了呀 家里面防好 两个人打得很血腥啊 我觉得 我觉得是PT抓哥为了多线而去上了这一波 对刚才他其实正面刷一波 冰怼脸可能就赢了 他飞上去多线一下 然后主力全倒 这难打了呀 现在帮你不管了呀 这个时候 对肯定一波了吃了你主力 这波A过来我告诉你 PT抓哥是绝对挡不住的 万一被两个自暴球炸了 不可能的 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正面 怎么可能被炸吧 我都不会被炸 好这个地方就算你开了炮台又怎样呢 看自暴球了 直接A3来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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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被炸 哎呀 不过还是挡住了 还是赢了 哈哈哈 这个自暴球 实实在在啊 这种 结结实实的一下 还是还是还是 又炸到了 又炸到了 他干嘛他在 又炸到了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个操作我感 你感谢啊 为什么会三成一坨吗 把再耗下去 运输机没能量了 运输机没能量 这波就耗不过了 看能不能捅死了 这一拳看能不能捅死了 很难捅死啊 有两个白球 而且有四框的 邦尼还是优势 这个你要承认的 对我承认 这个他还是优势 因为他毕竟司机力还在踩 对不对吗 只是你说的这个 你这个 哇 你说我都不可能死 然后动了三个球 我是不可能死的呀 我都会散的东西 为什么邦尼没散吗 我就搞不懂了 关键他散了呀 他散成了一坨 你没觉得吗 怪不得他要强行过来秒 这个 没办法 只要秒 他完全散不来 只要不秒他就得死 没错 他还是赢的 他还是赢的 他四季地拆了他就赢了 他还是赢的 赢是应该的 赢是应该的 这盘该他赢的 对 这三个球中的 我们都没看懂 这个正常的一个人组织 都会散的 我不要说帮你了 不要说我了 连国服这种 宗师组的这种 都能散的 宗师组比你强 好吗 猫 机器 2比1 这盘中这三个球 中的太诡异了 我们只能说 真的有点诡异 诶 他们这个场地 好像还有点多 嘛 很多的 我黑鸭鸭的一片 你能听到铁锅 在那里 皮对阿哥自己把自己送死 对不对 对 对 自己把自己送死 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把我的机箱盖打开之后 感觉温度一下就降下去了 哎呀是这样的 你再拿个电风扇 再往机箱盖里面散 再降十度 哈哈哈哈 我又不骗你 突然我显卡只有49度了 真是靠谱 你如果旁边放个冰箱的话 你把这个电脑放到冰箱里面 可能会更好 哈哈哈哈 其实我不开也没什么 我不开机箱盖也没什么 因为我 肯定能顶得住的 对 我电脑大概就 CPU就70度左右 因为那个6700K的 6700K比之前的CPU发热 要厉害一些 这个是真的 我问过的 它的发热要稍微要厉害一点 有水冷的 我有水冷的 有水冷的 我上水冷 但我这个水冷 只是 不是那个全套水冷 我这个水冷就是 就是CPU水冷 你还没有配到更高档的电脑 对 对不对 对 你再加个2万块钱 可能你这个电脑 就全部都是水冷的 就是顶级神机 对 你6700K32度 我平时也是32度的 我也平时也32度的 我是因为今天我推了几路流 我推了三路流 还在 还在那个 还在录视频 所以我的CPU是跑满的 基本上就跑了百分之七八十 你想跑个 七八个小时是很热的 是的 对不对吗 一直跑满的 这也很正常 对 其实你 我发现了 你这个 给我刚才给我那个 代理吗 是不是 其实跟那个也差不了太多 其实 那就是你的网络问题了 那 是的 那就无解了 跟代理已经无关了 但是 快点说回来 如果我没有上代理看呢 完全是看不了 那上了代理的还能看 对 那总归还是有点提高嘛 又是个禁点 哎呦 PGDRAGO是有点打不够邦尼 我已经看出来了 他的这些细节没有那么细腻 神族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细腻的细节的种族 对 但邦尼这个人族也打得有点粗 耶 怎么黑了 这个真的粗 没事没事 打得有点粗啊 粗是粗了一点 但是呢 邦尼的实力 现在我估计也就是个最多最多到八强的实力 对 他这个实力上去有点难了 不像以前的 以前他其实这个实力啊 一直都是非函最强的几个选手 他赢了要打MASA 那个MASA的细节比他要好多了 对 看MASA刚才跟 跟那个帕克那几个伞那个球啊 就感觉是有差距的 他们两个 好 双开 还是同样的开局啊 跳死神双开 嗯 这开局应该说是 比较稳的一个开局 嗯 不过我发现 这张地图呢 就不太适合邦尼 因为他的这个整个风格还是开三框的风格 这个图三框并不好看 嗯 邦尼如果他用坦克开三框的话 我觉得应该看 什么 那个 那个意大利的猛男3比0 不赖 什么意大利 看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啊不不不不意大利 那个那个那个墨西哥的 墨西哥那个呀 啊 那个人打的还可以啊 但是3比0不赖 我有点没想到 我有点没想到啊 他打的其实还可以 有点猛有点猛 怎么读吗 这个单词 我翻译一下 等我看看这个单词怎么读 对的 中国有一个神奇的网站 叫百度翻译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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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现在好像出不来了嘛 我发现 Major打不过这两个人呢 现在有点 这不练 不练就是出不来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 看嘛 看嘛 这盘 这盘比0最后是 改变了风格啊 先去烧一波 清楚了 這盤我覺得 邦尼應該不會再選擇用那個的吧 用三開三塊了吧 這圖開三塊我會被弄死的 哼 比如我本來以後他要打個時間差 兩個先知過去 怎麼樣他是自己沒有操作好 看一看唄 先飛一個二礦 這個沒什麼用 追幾條牆車 他有先知 先知被鎖了呀先知 這個過了一點對不對 他可能是想配合先知然後直接吃 沒想到對方衝了一個導彈車出來 陪了富人又責兵 但實際上每一場比賽他都出導彈車的 PTDRAGO現在開三框是強開啊 真的是陪了富人又怎麼開 PTDRAGO掛了法國人全倒 六波還有個火蛋糕 六波已經被尼布三比二了嘛 這盤 幫你並沒有那個 並沒有去開三框喔 這個兩框一波如果打過去的話 PTDRAGO會很難守 對也是有點猛的 這群 我真滿滿佩服 邦尼他每次都要去架一個解放者 他喜歡呀 這是他的風格嘛 好 基本上就沒騷擾到東西啊 完全沒騷擾到 而且 邦尼的其實主框是沒有任何防守的 對呀他就靠一個導彈車嘛 這一波我覺得 這波推出來守不住啊 這一波 這一波他的這個坦克的數量已經起來了 對 PTDRAGO現在這并影補台不夠多 看邦尼怎麼都推了 我覺得這兩個運輸機啊出來之後就要推了 剛好答案你一個兵營美好的一個TAMMY 這六個兵營補起來還有點機會 好了呀可以推了呀邦尼啊 這波再不推打不進去了 六個兵營 七個兵起來就打不進去了 你那麼多坦克 這個是你最強勢的一波 我感覺邦尼再等兩個運輸機 就打不進去了呀 對手你過去至少兩輪兵刷出來了 而且他可以在你門口先打一波 對不對嗎 閃爍好了我先在你門口打一波 然後然後你到我門口再刷 對現在牽制你一下 我至少能刷兩輪兵 不過他 有點 就有點拖大了打的 邦尼可能是以為那個 被罩住了那個偷盔嘛 他要等那個四個 四個坦克才去推出去 好了這一拳 但我覺得這波 這波其實槍兵你別說 數量有點厚的 兩輪兵 十四個使徒 暴術 不一定守得住 我告訴你 但使徒沒攻速 使徒沒攻速 有四個坦克在後面轟 其實這波很兇 有有有有有有 這個這個頭盔 對 讓你投讓你投 算了呀 他肯定肯定再刷一輪兵嘛 然後包這一拳 對 誒這個地方 說實話幫你的走威有點問題哦 哎呦要被全部包住嗎 坦克被包住了 不過坦克再盡量輸出 這個時候其實運輸就可以操作 運一下坦克呀 對吧還有兩個坦克運一下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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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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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贏了 打過了打過 太厚了機槍 對 幾個坦克也沒秒掉 又是一名法國選手倒了 轉前期太虧了 你什麼都沒騷到 對 這機槍火力還是夠強啊 自己種下的因 自己得了一個惡果啊 對 GG3比1 是不是我跟你說幫你的贏嗎 你還不相信我 有點實力 你現在不是欠我一堆羊腿 你賭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算了 還有人專賭 是不是啊 你別忘記 那個 第一場那個 Nature那場 不是停掉了嗎 我有賭那場嗎 你賭了好嗎 你說的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 算了啊